逃避型衣服的人看起来很酷 重视自己的空间 在恋爱关系中 比较不喜欢亲吻拥抱 甚至对亲密的互动 比较没兴趣 有需要时 宁愿自己来 欢迎MomoTV以及买video的观众 加入吴洛全幸福书房 不论是针对单身或已婚者 我们常听到一句话说 要找对的人 这好像一生 很难遇到对的人 但所谓对的人是什么人 是指跟自己的价值观非常相近 或者是两个人存在极大的差异 却又能够互相包容呢 既然聊到这个话题 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残酷的事实 其实对的伴侣相处起来很无趣 错的搭配才会令人觉得刺激 你可能感到有点惊讶 但事实的确如此 我再讲一遍 对的伴侣相处起来很无趣 错的搭配才会令人觉得刺激 其实不论是友谊或爱情 我们并不是真的都没有遇见对的人 而是我们很容易在相遇之后 就立刻错过他 擦肩而过的时间 短暂到让我们彻底忽略他的存在 因为所谓对的人 有两个很重要的特质 第一个就是他们非常无趣 第二个特质是他们可能都已经有伴侣了 这听起来这两个特质会让你感觉到遗憾 但这就是因为这两个特质 让我们和对的人擦肩而过 没有办法修成正果 确实很容易令人感觉到遗憾 我才会需要录制这支影片 来为你解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真的要解答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 莫过于找到最关键的切入点 也就是心理学的依附理论 希望能够陪伴你认识自己的依附风格 进而增进你的人际关系 继续讲解之前 现在要提示我这次要分享给你的三个重点 一 心理学的三种依附风格 二 焦虑型容易碰到逃避型 三 该试着调整或决定离开 现在就让我们从第一个重点开始 认识依附风格 一 心理学的三种依附风格 不同时期的心理专家都曾经先后提出 对于依附关系理论的先知灼见 尽管每一位专家的论述方法略有不同 但大致而言 依附关系都跟孩子出生之后 和母亲或主要照顾者的相处模式有关 依照母亲短暂离开孩童的这段期间 观察这个孩童是不是会发出抗疫 以及抗疫的强度 从这里区分为三种基本的类型 也就是安全型 焦虑型 逃避型 接下来我简单介绍 这三种依附类型的大致样貌 安全型 这样的孩童在玩耍的时候非常活跃 和母亲短暂分离时会感到沮丧 但是当母亲回到现场 她会主动寻求接触 而且很容易被安抚 很快回到刚才的状态 继续全神贯注的玩耍 这样的孩童长大之后 比较有安全感 情绪不容易受到波动 也比较能体贴关心别人 焦虑型 孩童在母亲离开房间之后 会变得非常不安 但是当妈妈回到房间之后 她会有矛盾的反应 一方面看到妈妈回来是很开心 也会因为刚刚妈妈离开而生气 所以会哭闹一阵子 借此表达抗议 直到被安抚后才恢复平静 有时候甚至会在短暂平静后 又继续哭闹 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 会比较没有安全感 很渴望被拥抱 喜欢比较粘滴的相处方式 在恋爱的亲密关系中 很喜欢亲吻和爱佛 试图在肢体的碰触中 建立更深度的连结 逃避型 有些书上会以树立型的描述 代替逃避型 但意思是差不多的 当母亲离开房间时 孩童会表现出 好像并不在意的样子 等妈妈回到房间 她也没有特别开心的反应 不管妈妈在不在身边 她都自己玩自己的游戏 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 但其实 她的内心隐藏着焦虑的反应 这样的孩童 长大之后 会认为自由比亲密更加珍贵 在两个人关系里 很重视独立空间 并且和对方保持距离 有些逃避型的人 在恋爱中表现很极端 她不喜欢亲吻拥抱 甚至对亲密关系的互动 比较没兴趣 有需要时 也宁愿自己来 如果把一副理论 应用在朋友和恋人之间的关系 就必须要先好好了解自己 究竟是属于哪一种义父风格 心理学界有几份亲密关系的问卷 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的义父风格 如果你可以找到心理资料室做做看 但如果你也不想要这么麻烦 也可以透过回想自己的童年 或和你的母亲聊一聊 在你的婴儿与孩童时期 你和母亲相处的情景 以及当时家庭的状况 大概也已经可以有个大致的轮廓了 当然你可以观察自己 和朋友或恋人的相处状态 也很容易了解自己的义父风格 例如在刚认识一个你喜欢的朋友 彼此交换了联络方式之后 你会不会很期待对方打电话 或发讯息给你 如果简单联络之后 你一直没有在等到对方的电话和讯息 你会不会很容易就感到焦虑生气 甚至很想要给对方夺命追魂call呢 如果会的话 那你很接近焦虑型 如果你明明在等待对方的电话和讯息 却表现出很不在意的样子 或转移注意力 开始忙着其他的工作 或是你会找别的朋友聊天 像是已经把这件事情 跟这个人都忘得一干二净 如果是的话 那你很可能是逃避型的义父风格 学着辨识出自己的义父风格 能够了解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你就比较容易跟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接着聊聊下一个重点 焦虑型容易碰到逃避型 为什么焦虑型的人很容易碰到逃避型的人呢 因为逃避型的人比其他任何类型的人 都更容易因为失恋或离婚 而回到单身的感情状态 所以他前前后后待在感情市场的时间 也比较长久 相对之下 安全型的人通常不会谈很多次的恋爱 因为他一旦安定下来 就会建立一段长久的关系 所以并不容易出现在恋爱市场上 逃避型的人不太可能跟同类型的人交往 因为如果两个人都是逃避型的人 根本没有办法建立感情的连结 所以很不幸的 逃避型的人跟焦虑型的人是最容易在一起的 这两种依附风格在很多地方是互补的 逃避型的人在感情态度的表现是模糊暧昧的 也不经常花时间陪伴对方 会让焦虑型人很没有安全感 而这种没有安全感的感觉 就是焦虑型人从小到大都非常熟悉的 因此很容易错误解读成 这是一种爱的表现 他错把稍纵即逝的快乐 当成爱情里面的激情 问题是 焦虑型的人越想要靠近 逃避型人就会逃得更远 究竟不同依附风格人要怎样相处呢 请跟着我一起看看下一个重点 该适者调整或决定离开 刚提到不同依附风格人究竟要怎样相处呢 以下五个原则提供你参考 一 真情流露 真实表达自己的情绪 二 关怀彼此 聚焦于自己的需要 同时要考虑到对方 三 清楚明了 说出你要什么 让对方知道 四 不要指责 一味的抱怨很容易伤害对方 五 立场坚定 诚实表达需求 市面上有很多畅销术及YouTube影片 都会教你如何透过一些手段 来掉进对方胃口 例如不要让对方觉得你很好约 你千万不要主动打电话给对方 你不要表现得太在乎对方 表面上看起来这些做法 是为了让你看起来更有魅力 并且能够得到对方的尊重 但事实上如果这些手段 都并不符合你真正的需求和感受 或许伪装自己 暂时会让你看起来很有魅力 但却没有真正展现出实际的一副风格 所以很容易弄巧成拙 你永远要知道 你的需求一定要被满足之后 你才会觉得快乐 如果诚恳沟通之后 对方就真的做不到 就正好分手吧 毕竟每个人青春都是有限的 你不要耽误自己 也不要拖累对方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至少我们曾经因为这样的相处经验 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也许这一段有疑或感情 无以为继 但我们对于人生的眼界和幸福的看法 都会因此而更开阔一些 为了录制这支影片 我为你仔细读了三本 和依附理论相关的书籍 在这里一并推荐给你 分别是远流出版的依附 以及另一本同名的依附 是由小数文化出版 另一本是由时报出版的关西免疫力 希望你喜欢我为你录制的影片 欢迎你留下意见或提出问题 并且好好分享 你是不是因为更了解自己的依附风格 而对于相处关系更有自行的能力了 请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哦 我若全幸福书房 每个礼拜日的晚上九点钟 在YouTube推出最新的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次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请帮我分享给你的亲友 幸福书房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